为什么我们现在4000多家上市公司老板到这一问 对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运行基础的东西通通不懂 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需要懂 他们的成长根本不是商业市场上形成 而是靠着某些资本主义的特点形成 所以在中国整体生产力逐渐发达的时候 掌控资源、能源、金融技术、通道等生产要素的 资本利益集团大规模的出现 资本利益集团最后怎么样 利用控制的资源渠道权利和教育 建立了自身收益 远远凌驾于人民群众共同赋予目标之上的各种体系 并试图推导中国特色的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 这些东西咱们都知道在很多文件中都有定论 可是来源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 这东西才是妨碍真正中国共同赋予实体跟虚拟 完全融合向前发展的最核心跟最主要的矛盾 解除这个矛盾 四十年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难度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遍及到社会各个角落 伴随着资本利益集团掌控社会发展主导生产能力的越来越强 地方经济大量跟资本利得集团产生依赖性 大量产生依赖性 对啊,依赖到什么程度 人家开玩笑说这次麻烦不能上市 杭州的GDP得掉两个点 大量的地方的经济跟这些东西的依赖性 利益交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能够建立全社会共同富裕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我们今天这段时间火的一个机构叫美团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人用精准的数据告诉美团杀手 在大量的人说 当你注册了京东会员 注册了阿里会员 注册了美团会员之后 你经意的发现 你所有享受的各种什么快递费服务费 都比没注册会员的时候要多还是要少 要多 更狠的从你身上挣钱 因为你是会员了 他不怕你少 不怕你跑 他用各种大数据能拴住你 所以这个东西有多广泛 我们翻开中国的资本平台 把各个系一拉开名单 我估计你们全吓着了 错综复杂 这次大家看到 X金服上市的时候 股东的名单 网上有这张图 看完这张图 我相信你们都会震惊 对啊 有多少中国的媒体在这个图里 多少中国能对上层起到话语权的 什么智囊机构 学术机构在这张图里 多少国际影响力的体系 在这张图里 一个图里囊括了多庞大的一个关系网络 而这些关系网络 都因为这一个市场的上市 大家变成利益共同 利益集团 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 我相信你们自己拿手都掰的出来 这几个利益集团形成 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全社会 达到一个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刚才我已经讲了数据了 这些数据要再说 我相信我们谁也没脸 对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对我们中国2000年之后的 我这辈的人没有一个有脸能面对祖宗 我们留给后代的是什么玩意儿 对呀 这个国家 这个领域 这个体系是个什么样子 工业文明出现了金融 资本主义 工业文明时候创造金融是干啥的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26年干金融 我为什么07年从这个行业走开 金融是资本主义创建的 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创建它 到了我们社会主义 就把它本质进行了改良 而使用它的长项 资本主义本身创造金融 就是为了暴敛财富而产生的 这种挪用资金 本来它的货币市场 还有帮助实体推动的效益 但到了资本市场 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创建 完全就是为了从全社会暴敛财富而出现 而我们直到最近 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终于可以穿透了 终于中央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管理所有金融体系 能穿透金融体系的 强权的一个机制 早就该建 我们现在一个企业 你们那么多企业去上市 海内海外 你们有没有真正拿一个数据 好好分析过 我告诉你 我有 我在当年做上市公司 做金融的有 我们经历的发现 所有上市的核心利益者 都不是企业家 全是投资人 全是既得利益集团 你服从一集团利益 愿意被集团操控 他就能把你扔到资本市场上 你不服从他给你画的圈 不按对赌协议做规则 你就没信 导音